因為在今年嘗試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有拍電視劇方面有很多不一樣的角色 然後也嘗試了拍了兩部電影 所以收穫挺大的 其實感覺上有什麼不同 就是在這裡拍電視劇 然後又跳出去拍電影 我覺得電視跟電影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然後他們的工作的方式 還有他們的所有的整個運作都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難去比較 對,不過不管怎麼樣啦 這一年的成績單是亮麗的 恭喜,恭喜,恭喜 我也希望接下來可以拍更多更好的作品給大家看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們的節目 好,那我們也聽過四位藝人的正訪問了